作戰計畫剛講完 接著一陣槍林彈雨 10月7號哈馬斯進攻當天 以軍第一人稱槍戰畫面最新曝光 將近三星期後 哈馬斯高層官員有英文受訪 解釋他們的目的 號召阿拉伯世界包括真主黨 一起用軍事和政治力量 對抗以色列壓迫 還強調哈馬斯絕不承認 以色列這個國家 對於西方領受輪流訪問以色列 這位哈馬斯高層並不意外 因此哈馬斯的外交盟友 找上西方聯盟的對立面 哈馬斯派人去俄羅斯 見了誰 談了什麼 通通保密 以色列和美國馬上跳出來反對 哈馬斯積極出國遊說 因為加薩走廊現在長這個樣子 不只被炸得坑坑巴巴 以色列封鎖燃料進入加油站 大排長龍 而沒燃料不光是車子動不了 醫院仰賴發電機 煤油等於煤電 原本能救活的傷患 只能等死 卻有慘況 不止加薩人自己講 聯合國呼籲開放燃料援助 以色列態度強硬 特地拍片回應 言下之意 請醫院找哈馬斯拿油 別跟以色列討 不開放就是不開放 而以色列對加薩轟炸也沒停手 圖羅西總統再一次痛批 西方國家式共犯 身為西方陣營的歐盟 其實很尷尬 周四領袖峰會 成員國對以發衝突立場 自己就瞧不攏 現在我們也要重新 再重新做 讓我們以色列 在自己的國家抵抗 對哈馬斯的反擊 我認為他們有權 對哈馬斯的反擊 我認為這是正確的 但這不能夠為 抗爭的行動 這不能夠為 阻止加薩人的反擊 知不支持以軍地面進攻 意見分歧 同時在歐盟總部外 不止比利時 西班牙上千學生 罷客響應揮舞巴勒斯坦旗 在美國還有群眾 跑到華爾街抗議 深圓加薩的示威活動 遍地開花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好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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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